为解封后人潮逐渐涌现 台中市政府宣布要在市场设置社交距离宣导员 不过全国最大公有零售市场的建国市场 因为有多达二三处的出路口 除了既有的管制站人员 如果还要设置社交距离宣导员 对市场支出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因此经发局回应 社交距离宣导员是由市府派人力 请市场摊商们不用担心 民众进入市场采买 先经过管制站戴口罩量体温时连制 为解封后市场人潮变多 台中市政府宣布要在市场增设社交距离宣导员 但有市场摊商担心人力编排会不足 说实在的 我们管制上有18个路口 经费真的有限 农文资专给你开支 聘请管制上的人员 经费非常庞大 因为经费有限制下 我们本身给我们的管制上的管制 所以我们就没有专门聘请人力 来输打社交距离的问题 全国最大公有零售市场 建国市场因应防疫将23处的出入口 缩减到只剩下8个主要出入口 设置防疫管制站一站2到3人 一天就需要16人支援 虽然民众肯定防疫措施 但加日人潮多 人力吃紧怎么办 对此经发局回应将由局处调拨人力 那只有针对市场 有没有设置社交宣导员 这样的措施有定定法则 那如果民众在执行的过程 跟宣导员这边有一些冲突 还是说不听从 一些相关的一个 一个指挥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可以是建议说 就是通报警察这边 来协助这方面的一个处理 还不错啊 我觉得至少人与人就不要那么近 就防疫都大家一起帮忙这样子 对啊 建国市场自知会表示 除了每周一休市都会大消毒 市场也会广播宣导民众落实防疫措施 尽可能配合把风险降到最低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不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